发力是很系统的东西 首先内加拳的发力一定不是比直向前的 因为拳谱要求不丢不顶 对抗中对方一定会用直向的力量冲击你的重心 如果我们也发直力 跟对方的力量一定会顶 因此内加拳的发力一定都是忽现的 才能够克服对方抵抗的力量 踢崩钻炮横 行翼拳中没有一个是直挺挺的往前发力 而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都是在练直力 这样练下去一辈子也不会出功夫 加微信心股文化2学习行翼拳课程 行翼拳号称向行取义 鱼在水中为了克服水的阻力 都是左右移动前后行进 蛇为了克服大地的阻力 都是左右摩擦前后行进 有几只动物的豹子是上下收缩脊柱 然后进行前后移动 这都是十字进 太极拳最为明显 太极步伐几乎移动很少 身体左右上下辗转 更多倾向于身体的左右旋转上下折叠 一旦有前后的发力 必然与对方的力量顶撞 我们从专权课程就引入了左右横力发直径的思维 这与外界流传的行翼拳是完全不同的 希望朋友们认真思考十字进能力喊 如果对手300多斤 力量远远大于我们 我们发的直径还管用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